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举办的111年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2.0 暖暖区社区全民健走 即加年华会活动 3月5号一大早在暖暖区 举办首场的健走 由于天公作美 气候凉爽 吸引了大约1500人参与 枪声响起大约1500人 从暖暖区定安公园及周边 同时出发场面壮观 这是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举办的111年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2.0 暖暖区社区全民健走季 加年华会活动 3月5号一早在暖暖区 举办的首场健走活动 由于天公作美 气候凉爽 吸引了大约1500人参加健康大步骤 我们今天是运动爱台湾2.0Q版的第一场 冷暖区的健走 我们里面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三桌森人球赛 还有身心障碍的我们的地板滚球 还有很多很多社区一体的舞异表演 而且我们再下来12号的我们的中三区协议殿堂的健走 还有19号的信义区 我们陆续再来各区的健走 希望全市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参加 而且我们今天又在路口处设我们的两井关 喷酒精还有几房医的单位牌 希望大家疫情虽然比较 可是我们还是要遵照我们政府所规定的 我们市议言医民心连到现场 这个地方也呼吁全市市民 大家来运动重大奖 健走出发前包括暖场的舞蹈表演 以及热身运动都炒了现场气氛 包括现任立委蔡世印 副议长林沛祥 民政处长王于生 暖暖区长蔡春棠 以及市议员莲恩典 林敏勋和王醒之 郑文婷等人都一起参加 也集合了有意参选下一届市长的人选 场面十分热闹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包括自行车等抽奖奖品 以及摆设体势能和量测血压血糖的摊位 让参加健走的好朋友们 快乐健康向前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的圣寿日 许多老师和家长趁着这天还愿拜拜 拜拜的贡品常见的有哪些呢 像是基隆慈云寺每年都会替点灯的考生 准备智慧高级文昌笔 希望在神明的加持下 让考生应考顺利 祈求佛祖保佑他们认证读书 金榜提名 文昌帝君圣诞 基隆慈云寺挤满了信徒 家长比孩子还紧张 带着孩子来求文昌君的庇佑 不只带来准考证来拜拜 贡品更要挑队 勤菜就是要勤快 然后葱就是要聪明 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彩头 来拜拜他们要来考试 都会准备准考证放在这边 那我们就是一整年 他们我们才把它 我们才把它处理活化 芹菜 葱 萝卜 各代表不同的意义 顺利求取公民的考生 每年都会准备受逃来还愿 庙方贴心准备状元膏和文昌笔 保佑考生应考顺利 点文昌灯的 是戏图来拜拜 我们都有送那个智慧膏 跟那个文昌笔还给他们考试顺利能够 民主还院通常都是准备受逃 面线还有一些饼干什么的 毕业之前我差不多每年都有来 感觉很好也有如愿 对当然有时候你说要要求很多事 比较没办法自己也要努力 金融池云市文昌军林燕每年帮考生加持 让他们回家继续加油 毕竟天助自助者想要求取公民 还是要靠自己的真心用功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庆祝同军节 教育处在暖暖高中举办庆祝活动 市长齐勉同军团发挥服务的精神 在4月22号开始的城市博览会中到各展场协助服务 庆祝同军节金融市政府教育处 3月6号特地在暖暖高中举办庆祝活动 会中除了由身兼金融市同军会理事长的市长林又昌 颁奖表扬基优同军团以及同军和幼同军之外 也同时卸任理事长 由金融市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杜国正 接任金融市同军会理事长 林又昌也以荣誉理事长的身份 其免同军团 金融市政府即将在4月份举办城市博览会 希望同军们发挥服务的精神走出来 到各展场协助服务 从各地来金融参访的民众和贵宾 也欢迎同军团邀请各县市的同军团友团们 来金融市参观陈博会 第一个任务是到时候我会请教会处 跟我们各位团长来开会来讨论 那在某一些场馆或者是说展区的部分 我们的同军伙伴要站出来 做维护 秩序的维护 或者是做服务的工作 那不管是在A还是在B还是在C 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做讨论 那需要多少的伙伴一起出来支援 这个到时候也请这个 杜代理处长这边跟各位团长来做商量 第二个 我们中华民国同军在全国有六万人 五六万人有三项登记 那除了是我们自己做部分的一个服务的工作之外 市长其实也是希望 我们各位团长在各县市如果有团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邀请他们来基隆参访 邀请他们来基隆参访 那到时候如果有团队来的话 那再跟教育处这边来回报 我们到时候会做团体的一些规划跟安排 还有导览 新任基隆市同军会理事长的杜国阵 也颁发聘书给新任包括立委蔡世英 在内的基隆市同军团理监事们 并且向同军团表示 在卸任理事长林又昌市长的帮忙下 预定恢复的世界同军大露营活动 将会有更多补助帮忙前往参加的同军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签署合作协议 未来将以学术研究 推广科学教育 典长展示等三大面向来深入合作 为保留台湾生态 稀有物种与资源尽最大的心力 海大与科博馆合作深海采集调查 发现超过100种世界新种鱼虾被类 如今再次吸收签署合作协议 针对六大主题进行合作 希望扩大影响力达成联合国永续发展的指标 深海的海蜘蛛 它体型一样非常巨大 一只脚就可以大概30公分左右 所以整只拉开来就有将近60公分的直径 那它大概是产在台湾东部外海 大概太马亚里附近 水深大概900到1500公尺左右的深海 那一般我们在潜水 山户郊区找得到的这种海蜘蛛的话 大概体型大概3公分左右 就已经很大只了 那这个呢直径是到60公分左右 青园现场有许多成果展示 其中一项琥珀检测有所突破 通常蓝破在那个市场上 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宝石 那他们也用这种蓝去可以做定义 就是分等级 就像你是可能VBS多少之类的 他们的蓝其实是有商业上的考量的 那至于化石素质里面的制色原因 是什么东西让这个琥珀成蓝色 到现在原因是不明的 所以我们也想要用化石素质的分析方法 去知道说这个化石素质里面 为什么会成蓝色 或者为什么会有红色的成因这样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焦传金指出 科博馆将整件矿物厅 期待未来双方在研究标本收藏 展示与科教活动等 有更密切的交流 海洋大学校长许泰文 也期待双方在人才培育 采集交流 保育研究 有更具体的专案计划 创造双赢 记者黄少民蔡小军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慈平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平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平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赢养 到了慈平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今年基隆下不停的雨 都让人快发眠了 就让美食来抚平那寿朝的新吧 融入了历史文化 和平岛公园推出了贡岛祭 以曾经住在这里的琉球 冲绳为主题 园区内的餐饮业者 推出多元的冲绳美食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原汁原味呈现出冲绳美军的 丝香佳肴 冲绳塔克牛饭 分量足够的和牛特产 搭配来自墨西哥的沙沙酱与脆饼 与生菜和白米一口吃下 鲜甜又酸辣的滋味令人难忘 这些美军他们当然是理想背景 然后到我们亚洲这边来 那他们会带就是一些可能 让他们可以回想到 家乡的一些料理 因为我们亚洲人是以米食为主 那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亚洲的米饭 然后再配合墨西哥料理 里面的一些可能生菜 沙沙酱 然后乃至就是起司条 炙烧的起司条 跟塔克香料去炒作的 炒制成的这个牛角肉这样子 而说到冲绳 就会想到黑糖 黑糖与珍珠鲜奶融合一体的 滑顺滋味也令人流连忘返 其实冲绳的黑糖也是非常的有名 它是用最少的步骤去保留它最原始的 这糖的味道 然后还有就是多的很多的不同的一些 维生素跟铁质之类的 就是对身体比较好的 一些矿物质都会流下来 一样以冲绳为设计主轴的 还有这一位冲绳醉倒花 根据历史故事 物产特色衍生出的醉倒情怀 一杯饮品可以尝到水果 石花洞与微醺的好滋味 所以这里面我加了两种的冲绳特色酒 一个是凤梨的炮肾 一个是原味的炮肾 炮肾是他们特色酒 那讲到情怀 如果把一杯饮料要提升一个情绪 那我觉得酒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浪漫的滋味与深深吸引外籍游客 尽管没有蓝天白云 看这冬季的和平岛浪花拍打岩石 也有一番滋味 我来自马来西亚 然后来到和平岛尝到 春神的味道酸酸甜甜的 感觉很棒 和平岛沉住了600多位琉球鲜民 一开始是捕鱼而停留 这就让人想到了海鲜 新鲜的螃蟹 鲜甜的锁管 大虾摆好摆满 再淋上热腾腾刚熬至初炉的柴鱼高汤 看一颗颗米粒吸满精华 这碗掳获掏克味蕾的海鲜鱼腹汤泡饭 令人口水直流 汤泡饭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人吃东西是越来越健康 那我们会希望说不要过多的调味 然后简单的就是使用我们冲绳 它在地的食材 那我们使用的就是 我们台湾的干贝柴鱼高汤 搭配他们冲绳的那个食环岛海盐 来佐它的 就是调整它的味道 想吃下午茶 不妨来登高望远 站在雷达站咖啡 就可以眺望文明全世界的地质景观 豆腐盐 这豆腐盐居然要燃桌上 酥脆又鲜甜的口感 让涛客眼睛为质量 它可以从远方 充满后方的这个观景平台 可以看到远方的豆腐盐 可是没有办法就是实际去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如何把这一个地景的部分 带到直接到客人的眼前 所以最后我们想出来就是这个 所谓的豆腐盐石圆岛 千层派 它吃起来的话是酥酥脆脆 很像那个croissant的 就是可颂的那种派皮酥皮 可是它更酥脆 除了烘焙结合地景的甜点吸睛外 这3D立体海盐咖啡也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自学出师的俊良提升了咖啡价值 在平面或立体创作上都可以看见巧思 而融入海盐的咖啡也颠覆了传统对咖啡的想象 石圆岛的天然海盐运用在我们的拿铁上面这样子 那我们是在制作的过程 我们会把天然海盐跟我们的特选牛奶做一个结合 依据历史推出的贡岛祭美食 让消费者在东北季风盛景之地 品尝到新滋味迎来温暖春阳 记者蔡小军黄少民采访报导 因应年底选战 民进党技能士党部公告市议员登记提名相关的事项 登记日期从3月14到18号 7个区总共规划提名13席 最后登记结果 如果有超额的行政区将先进行协调 协调不成就采取民调决定 市长人选的部分则等待中央 距离即将在11月26号举行的 金融市长及市议员选举剩下不到4个月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公布 市议员登记日期为3月14号到3月18号 全区预计提名13席 如果有超额的区域将先行协调 协调不成才会在4月以全民调方式进行初选 限时议员的登记时间 由3月14号开始到18号 开始领表间登记 这样 以上是这样 然后登记完之后 那么看在哪几个选区 那么如果有超额进行的话 那我们就利用5天的时间 至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们就会开协调 在超额登记的这些方面 我们会协调来办理 那如果没有办法协调的话 那我们就几班初选 中央都只会通过的话 那我们在基隆的话 就是提名13位 那大概就是比较 就是原则上是 现任的选区里面 我们有加1席 那安乐区大概提名3席 那基督区2席 那仁爱新一 中山也是两席 中山是1加1 至于众所关切的市长 提名人选其成 民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表示 需由党中央核定 六都的话是由 中央党部有主席来征兆 那其他个先是因为有一些 比较必须要在协调的地方 那所以会晚一点 再开始办理的季节 对此在去年10月底 宣布参加党内市长提名初选的 郑文庭动向备受关注 已经在市区设立大型看板的 郑文庭强调 目前仍朝参选市长的方向做准备 现在还是在为市长初选而准备 那当然市长初选的公告 还没有出来 今天公告的只有议员的部分 所以 当然有人提说 一次的选举只能登记一个选项 那我也不是那种 什么都要拿 什么都要吃的人 就是 民众也非常讨厌 嘴巴吃一块 手里拿一块 眼睛又看另外一块 我想我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一定会有所选择 但是如果党中央的规定 就我所理解 就是在同一次的这个公告里面 有多项选举的话 你只能选择一项 那今天的这个公告 只有市议员的部分 那这一次的公告 只有一项 那如果说市长的初选办法 又是另外一次的公告的话 那是不是就没有违反到党中央的这个规定 市长部主委 苏仁何哲表示 会再与郑文婷见面沟通 希望党内能够团结 面对年底这场至关重要的市长选战 让民进党在基隆继续执政 延续基隆市长刘昌 八年来建立的优秀市政成果 这么年议员在这方面 当然我私底下我们也有聊过 那大概在最近几天 我想我们还会再跟大家见面 那见面之后 我想他会给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复 比较会有一个完整的答复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在选举这方面各方面的考量 那希望说能够团结一事 不要自己党内不要起虐红 这是一个最高的原则 民党基隆市党部方面预计 3月31号将公布第一波市议员提名名单 5月12号公告民调胜出的第二波市议员提名名单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今年底即将卸任的基隆市长林又昌再度出书 3月6号下午在东岸商场举行签书会 粉丝们人手艺书排队等待林又昌签名合照 其中受瞩目的书内女孩 其实就是市长夫人 在签书会现场温暖地拥抱林又昌 还突然热情地献上一吻 温馨满满 基隆市长林又昌印媒体的要求 复刻书里面有一张好几年前一名女子 拥抱她的照片时 这名女子不但主动温暖拥抱林又昌 还突然热情地献上一吻 温馨满满 因为这名女子就是林又昌的贤内助吴秋英 我们在海威成功的时刻都有大家的朋友 所以我们才能够一路走到现在 所以她的这个浪漫的这个双银滴 我的好朋友们大家常常很羡慕我说 好棒喔 你有一个双银滴的老公 这么浪漫的老公 所以我常常笑着跟她们讲说 她的浪漫都给了大家 其实不是给我的 因为她的浪漫都表现在她所有的这个 她的工作政策上 以及她对很多事情的一些想象里面 然后也实践给大家看到她的这个浪漫的议会 所以呢 幸福的是大家 当然我们也很幸福啦 因为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儿子 我们大家也都是对爸爸 这个所有的这个头目都非常的支持 今年底即将卸任的激动市长林又昌 出了一本双鱼逼理科市长林又昌的人生晋级RPG 已经热销八千多本成为畅销书籍 3月6号下午在东岸商场举行签书会 粉丝们能手一书排队等待林又昌签名合照 就是觉得说年轻 这个年轻的市长可以把基隆打造成那么亮眼 然后让很多县市的人都能看到 基隆的美 对 然后就很想买这本书来看 除了太太吴秋英陪同出席签书会之外 林又昌的爸爸和妈妈以及岳父岳母也都一起出席 对于现场满满的粉丝和支持者 林又昌也由衷感谢这么多年来 大家给他的支持和鼓励 让他这位双鱼逼理科市长 能够带领市谱团队建设基隆 让基隆人更幸福 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这个假日还有这么多的这些 我们基隆的乡亲朋友来到现场参加签书会 来给我们支持跟鼓励 其实我觉得一路以上以来 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贵人相助 最大的支持其实是来自于每一个支持我的市民朋友 我相信因为他们的一个加持跟鼓励 让我更有力量 然后可以面对更多的一个困难 然后去突破它 然后带领基隆往前面走 也不只是基隆 其实是很多在我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对我们有期待 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小故事 还有心情 还有我的一些想法的分享 那更重要的其实来到很多是 大家可能不认识的我 因为大家可能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里面 去认识到我 但其实我们有很长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透过这本书能够重新的认识我 然后更了解我 现场书的由林又昌亲笔为购买这本上销书的粉丝们 签名之外也开放合照 让大家透过书籍和亲民的互动 更加了解您所不知道的林又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 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 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 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